那下今年金钟奖最大赢家的偶像剧 《我可能不会爱你》 剧中大人歌用来伴奏的乐器《乌克利利》 也就成为了大家热门的讨论话题 在周日在云林水林举办了一场 别开盛面的乌克利利江炎华会 虽然天气湿冷 依然不减与会者热情参与的兴致 光着脚踩在湿冷的地板上 无畏寒风穿着原住民服饰 演奏对山地歌谣高山青 云林水林向乌克利利江炎华会 参赛者比实力也比创意 装扮成各种角色来参赛 今天要表演的是神以上女 那我们考虑这个曲风是比较日本风格 所以我们就特别 就是有设计了这样的造型 乌克利利原始的名称叫做夏威夷四前情 从21寸到30寸都有 江炎华会除了有试集展示各类乌克利利 也有收藏家带着百年老秦来以前会友 这个都是早期的原始尺寸 那它本身都是用原木是制造的 不是像现在盒版 那因为经过一百多年 它这个木损它比较会损坏 现在都把它改成这样子 近年来乌克利利乐器的热潮兴起 这座乌克利利的工厂 顿时成为水灵香知名的观光景点 水灵香顺势举办乌克利利嘉年华会 希望将水灵营造成乌克利利的故乡 举办这样一个嘉年华会的话 我们希望就是用音乐 来创造我们水灵香的一个特色跟特质 参赛者年龄广泛 表演形式也丰富 有乌克利利合奏 也有搭配二胡演出 有专业演奏者 也有玩家纯粹自语于人 爱好者齐聚一堂 进行一场热闹的音乐交流 新唐亚太电视张又铭成一文 台湾云林采访报导